大家消息要來看到是發生在台北市萬華區 當時這名男子是要開貨車去送貨 結果就跟另外一名也要送貨的男子 雙方是互相擋道路了 也因此爆發口角衝突 而當中有一方越想越氣 竟然回頭拿出力氣 當街追逐恐嚇 光天化日下大馬路上 一名黑衣男手中拿著力氣怒氣沖沖 一旁還有名戴著安全帽的男子 緊跟著他苦勸不要衝動 但黑衣男不聽勸大腰大擺離開 一旁民眾全都嚇壞趕緊報警求助 原來幾分鐘前這名黑衣男 已經開著小貨車和另一名貨車司機 發生衝突 時機回到現場 事情就發生在新一街 可以看到這裡的道路並不寬敞 不過當時雙方都開著小貨車要去送貨 因為在會車時不小心擋到彼此 竟然互相叫囂爆發口角如焚 目瞞悲嗆懷恨在心 竟然衝動作出違法行為 事發在台北市萬華區 蔡姓男子離開後 越想越氣就回到工作地點 拿了力氣再度來到現場 隨後失去理智的持力氣追逐恐嚇 張姓男子 雙方爆發肢體衝突 張姓男子的朋友也趕緊上前趁駕 避免衝突再度擴大 攜帶西瓜刀的部分 已經觸犯了社會秩序維護法 第六十三條的規定 是可以處三日以下的拘役 或是三萬元以下的罰還 至於恐嚇張姓男子的部分 也觸犯了刑法三百零五條的恐嚇罪 最高也可以處到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陳一時口舌之快 雙方告上法院還得被裁罰 值得嗎 記者王冠宇若維台北採訪報導